Sketch App建模的上限可以做到很高,以至于实现更多的使用场景需求。 例如,把模型创建成为动态组件,随意拉伸不变形,精确输入数值确定柜体尺寸,单独控制不同部位的板件厚度,动态层架随意添加并进行智能均分,并且也能够单独控制层板的厚度,使Sketch App的可玩性达到了十分专业的使用需求。